斯大林为何执意认定芬兰为法西斯国家? 知道真相才会理解,真疼 二战爆发后,随着德军闪击波兰得手,为防止被德军夹击 苏联开始对自己的安全缓冲去做起了盘算 斯大林的目光自然地转向了芬兰 作为沙俄的领土,芬兰是后来在德国的帮助下才实现独立 如果此时芬兰投向恩人德国的怀抱,则对苏联极为不利 另外,芬兰离苏联实在太近了,简直就是枕边人 终于,苏联迈出了入侵芬兰的步伐 此时芬兰的靠山鹰,德已转身便为对手正在互撕 面对来势汹汹的数十万苏军 芬兰只有靠自己 当时只有440万人口的芬兰,军队只有3万 虽然实力悬殊,但他们却志在让苏军成为第二个拿破仑 因为芬兰气候和地形特点 苏联军队的装甲部队难以施展 而芬兰人也力图避免与强敌正面交锋 转而由小谷部队袭扰 这样的游击战致使苏军苦不堪言,损失惨重 无奈的斯大林只得右向前线增兵 最终以共计60多万兵力才艰难取胜 要有多艰难,后来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给出答案 苏军在芬兰损失了17万人 这样的战果堪称斯大林的伤疤 后来,苏德战争爆发 芬兰果断参战以牙还牙 仅仅16天时间,就将不可一世的苏军驱逐出境 而这样善战的小弟一度让希特勒喜出望外 虽开出优厚条件,希望芬兰能够从西北方加攻苏联 但是有着着实远见的芬兰高层 却只是让军队看好边境线而已 并没有向苏联跨进一步 随着苏联在对德战争战争中逐渐占据上风 苏联的地位也得到提升 解决了眼前问题的斯大林多次 提出将芬兰列为法西斯国家,并由苏军占领 由于芬兰在战争中的尽职尽责 其与美、英等国的良好关系起了作用 斯大林的提议遭到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强烈反对 斯大林只得憋着气不了了之